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囊的环节 先看看大市方面的情况 今早早恒指要升5点 开报27597点 暂时要跌下去 跌86点 报27505点 国企指数暂时升不够1点 报13927点 大市成交暂时达到105亿 先请出嘉宾 又要踏征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王卫豪 Rafi 早晨 马逗 继续跟进外围方面的情况 说说希腊方面 似乎又有少少进展 欧盟的执票会指出 和希腊和他们的债权人 都就着改革去获取更多资金谈判 都有些进展 不过仍然都非常之缓慢 需要更多的时间 才可以踏成一些协议 不过时间就 好事就剩下少少 剩下两个星期左右 去到6月 都歧视究竟希腊方面 又有没有足够资金 可以常还他们的债务呢 是 其实暂时希腊的情况 我觉得都仍然是5050 你也见得到 可能好消息 偶尔中有些 好像经常说到 有个淡河的进展 各样东西 但其实不好的消息 大家更加知道 就是还不到钱 简单上整体情况来看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暂时来计 虽然两边都有消息 但都偏向未必太理想住 因为以翻增最新来说 虽然过去星期 看到希腊方面 都还到 就是他们要还给IMF那筆的还款 但他们拘捕这筆钱 其实是要动用他们本身 在IMF的紧急储备去还 变成不是他们自己 在国家里拿出来 显示到他们本身 已经没有钱拿出来 都蛮生穷水尽 如果变成前路上去看 就更加难关重重 因为始终刚刚提到 虽然上个星期 应付了那筆贷款 还得到 但其实未来 这个现在都五月中下段的时间 变成在月底之前 其实都要支付 大概25亿欧元的一个 例如公务员的 一些新金和退休金 甚至下个月回来 亦都要再还给IMF 大概15亿欧元的一个贷款 变成这样计算 只是短期一点去看 都有40亿欧元的钱要还 变成刚刚提到 本身已经找不到钱出来 去问IMF的紧急储备 拿出来再还给IMF 变成这刻 还有没有多二十亿欧元 拿出来还 其实真的没有 变成再谈不够数 拿不到新一笔援助贷款 其实显示到 可能六月份回来 的确六月头 是有机会出现违约的风险 而特别另一边商来计 特别是昨天 其实外边也有个 就是所谓的示範文件 或者是一些报章的报导 都真的说到 可能6月5日方面 希腊方面就真的会有违约 因为以暂时来看 除了刚才说的 从数字上看 觉得还不了钱之余 更加从个别的 无论希腊的总理 齐普拉斯也好 或者他财长也好 或者IMF方面也好 其实记者 都仍是 擺出一个比较强硬的姿态 或者言论上都比较强硬 暂时都觉得 是不会说大家让大家 或者不会让步 甚至乎 刚才提到希腊的总理 他们都觉得 寧愿给不了一些 比如养老金 给不了一些的薪金 都 都 都寧愿选择去违约 变相 如果这份文件 这样看 就似乎整件事 都比较一些 比较负面的情况 所以你说 暂时希腊的情况 想看 的确都会对市场来说 我觉得都一定困扰性 但当然你说 问到我自己来计 是否真的只憑 例如阿一道上的推算 甚至乎这些文件 所谓的市民来看 就觉得一定违约 当然 机会上 我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我会觉得 其实 虽然常说六月份 是死线 六月五号 刚才都说到 但其实计算 还有两个礼拜 其实两个礼拜 里面可以发生的事很多 而根据以往的经验 来计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最后一天 才谈得如何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觉得 还有一定的时间 都可以摆出 一个比较硬的姿态 但都越来越近 可能五月底 真的到六月初的时候 随着越来越近 所谓死线的时候 其实 除非他们真的 宁愿搞违约 或者不理整个市场震荡的风险 如果不是否则 我相信他们都会 不是太失的一些方案 我觉得还有时间要谈 所以短期来计 我觉得对市场 会有一个震荡性 但你见到负面性来看 其实就不算太大 因为始终希腊的情况 叫过了这么多年 或者这么久 我觉得这样说 最终谈不了数 真是唯一也好 其实对股市 我觉得 短期有机会差一会 但正在幅度 或者效应上看 不会像以前那么大 或者那么负面 说明上 这件事我仍然是观望着 我觉得始终有时间的时候 应该大家都会 保持着 放一个强硬姿态 去拿更多的籌碼 才去达成一个 比较好的方案 好啊 暂时都放下姿态 不过 预计回来 在6月5日之前 都应该可以 交到一些功课 给大家看看 不过 就在刚才说的事件上 大家都有一个 叫做华五明朗的因素 令到欧元 昨天都看到 跌了下来 另外 也看到 反观看美汇指数 也有反弹 因为之前都好像跌了很多 昨天美汇指数 就升大1% 去94以上 看到欧元 好像又要 升完之后 现在又要跌下来 是否之前的升势 都完结了 的确 如果以歐元来计 我相信可能短期的升势 的确是稍微完结 因为 当然你这样看 看欧元 可能都要纳于美汇去看 而昨晚美汇来计 的确是上回 94流上的 的确 为什么会上回上去呢 因为刚才上一节 明明数据是预 或者明明大家觉得 不会这么快加息 但为什么美金都可以 扯上去呢 当然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在于昨晚美金升 不是反映数据 或者不是反映加息的情况 反而是反映之前 累積的跌幅太多 因为上个星期 美汇是跌得很急的 变相跌得很急的时候 一个上升反弹一定会有 所以变相 随着这下的所谓弹升 我相信 未来短期仍然有机会 再借借上一上 但当然 你说有没有机会上升 100流上 我觉得机会性 不是那么高 至95、6这边位 又会是阻挤 但反过来 当美汇一上回这些位置的时候 首当其中一地 在欧元方面 会有一个受虑 因为始终不断提到 美汇当中的占比 整五成流上 是以欧元为主 美汇一强 欧元自然就弱 所以昨晚 欧元来计 随着美汇那么强之下 都掉头向下 再加上 刚才说到一点 希腊的情况 仍然是令市场有些 五十五十 或者比较忧虑的情况 欧元借小弱 其实都很正常 而且以刚才说的一点很重要 就是欧元之前你计 其实都强了一段时间 因为刚才提到 上星期美汇那么弱 借小欧元就强了上去 但欧元上去的主因 除了你说美汇弱之外 其实没什么特别 变相这下的升势 其实不是太实在 所以变相上星期升了之后 又不是那么实在的时候 这下掉头向下 其实都很正常 所以变相 如果以现阶段欧元来计 似乎在1.15这边附近 都有一定的阻力存在住 如果这个位置是破不了的话 我相信再掉头向下 机会性还是比较高 因为刚才提到一点 我觉得未来也有机会 变相对欧元来计是不利的 二来就希腊的情况 在未来这两个星期里面 都仍会在谈 变相我觉得对欧元来计 都会是反复大远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中长线来看 不断提到欧元 其实看法一定是比较淡一点 因为最主要欧洲都行的一个量寬因素 虽然量寬的情况都行了好几个月 变相对欧元的利胆因素 可能不止初初一下子大跌 但始终整个QE都行到夏令9月的时候 我相信总终都会对欧元 是少少叫做利胆的 虽然上站射计 假设这一刻站不到1.15楼上 站不稳 我相信欧元依然有条件 可能试一试回到1.12楼下这边 也不奇怪 好 谢谢Rafi跟我们 跟进外围方面 就是美湖指数和欧元方面的情况 最后和大家看看 上证指数现在报在4325点 暂时升42点 深证城市升82点 报14754点 沪深300指数升43点 报4618点 而创业版指数 都看到之前升幅非常之厉害 不过今天暂时有少少回吐 跌超过1% 报3237点 可以留意 谢谢Rafi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即时攻略的环节